第一 首先代表資金會來歡迎在座的所有人 第二 很高興 在我們這個場地的第一次演講的使用 就有這麼多人來共襄盛舉 那剛才其實我們的工作人員都有提到 不管是我們的網路電視台 還有我們將來陸續要推廣的活動 那其實真的都很歡迎各位一起來參與 那所以剛才他們講的活動裡面 那可能有一個沒有提到 那我在這邊特別在跟大家再廣告一下 就是今年的10月幾號 一體大點 十月十七十八 十一月十七十八 是我們基金會辦的一體大點 我們的這個前年辦的是這個回歸 那去年辦的是認同 那今年辦的是一體 那有參加过去年跟前年的人請舉手 好 請放下 應該是還不錯啦 好 但是一年會比一年好 好 那十一月十七十八 我們基金會會提供這個免費的食術 好 當然啊 吃的會不怎麼樣 那住當然就是住帳篷 好 那下午我還開玩笑講 好 我們啊 但是一定有的吃有的睡 好 本來我們睡是打算 蠻天為背 蠻天為背 綠草為床 那吃的部分本來想辦斷食飲 好 但是最後其實我們都會來提供這個帳篷跟大概吃大概都吃得飽 好 那我們這一次的活動是眾生一體 好 所以我們也會來簽這個所謂的神聖盟約 好 參加這次活動的人 那我們會來簽一個神聖盟約 那神聖盟約包含四個部分 第一個 你打算跟大自然合解 因為近兩三百年來 人類跟大自然之間一直在於天真地 一直在環境污染跟資源的浩劫 就像以前一個西雅圖的一個酋長 提到這個西方的文明 是以這個掠奪大自然為一個基本的思維 所有的人類都因此而付出慘痛的代價 像今年台灣本來只是一個美雨 卻變成了這個大暴雨 那本來該有的颱風卻風和日曆 好 所以我們要跟大自然 簽一個和平共處的盟約 那我們要跟宇宙 跟宇宙簽一個和平共處的盟約 然後要跟所有的萬物 跟眾生 好 邁向 四海之內皆兄弟 邁向 全人類都是一體的 愛的互助合作 這樣一個人類的一個未來 那再來我們要跟 如果是以基督徒來講 我們要跟這個諸神 跟上帝 如果以佛教徒來講 我們要跟這個諸佛菩薩 跟我們內在的神性與佛性 來簽一個合約 合約是這樣的一個一體 這樣的一個感覺 那我們這次還會有這個 賽斯的幸福鏈 一個鏈子 用琉璃做的 還有每個人可以來親手 種下一棵櫻花樹 種下一棵櫻花樹 未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讓它在賽斯村長大 我們這次打算 要來種一千棵櫻花樹 那一個道路 我們都已經名字命名好了 叫櫻木花道 所以這次的活動 是我們連續三年的這個 三部曲的完結篇 三部曲的完結篇 因為當時我只想到三部曲 還沒想到第四部 所以我們這個三部曲 來不及參加前兩部曲的 可以來參加我們的第三部 那我們開始之前 先小豬來自我介紹一下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有一位這個 我們的講師 那也是我們的這個 生命數字不思議的一位作者 那特別從香港 飛過來 來跟大家見面 那介紹這本書 那等一下他也會 親自來幫各位簽名 那這個椅子 不可以坐 因為它六千塊 開玩笑的 還可以坐啊 認識小豬十幾年 來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小豬 我從香港來的 所以呢 你會發覺我的國語 是很香港唱的 所以不要見怪 我從一個笑話開始 今天跟一個朋友 坐車來的時候 他也是香港 駕大台中來的 然後他說 他也是一個老師 他想那個笑話 我們香港人想像 遇到一個那個狀況 就是 陰謀 陰謀論 你們會不會聽錯 我們會發音錯 OK 就是聽錯 是髒話 OK 所以 Anyway 所以我從香港來的 所以 因此許醫師有十幾年了 所以 起初 許醫師來香港的 從第一天開始 就開始去幫忙 賽斯的推廣 起初真的不知道 他是幹嘛的 這個人 然後 然後 就 基於自己是很 濃厚的 基督教的背景 所以我不大接受這個人 所以 可是我很幸運 我做的 張子做的工作是翻譯 翻譯就是他講一句 我講一句 然後 我還記得當時 他來的時候 我送他去旅館 然後 我正在旅館的 大堂裡面 我有東西想問你 然後 我就請他去磕東西 然後 其實我在挑戰他 挑戰他 那 這是為什麼 事情會這樣子 為什麼你的 賽斯是這樣子說的 可是 真的 我覺得 今天人講的東西 真的越來越來抱你 我後 說真的 起初 起初的幾年 沒有很努力的學習賽斯 因為他來香港做翻譯 所以他不來就把豬丟在一邊 OK 可是 在生活裡面 不斷的經歷 就 慢慢慢慢慢慢 就是 因為他的講座我都會做翻譯 他的諮商我也都會做翻譯 所以就在裡面慢慢慢慢的 入學 入骨了 所以 現在已經分不開了 所以 我在香港是 我在香港是 教教書的 教討樓跟生命數字 跟一些生性靈的課程 討樓中心已經13年了 也是要感謝這個人 因為 起初 我做培訓 做到很悶 可是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所以呢 他就說 你喜歡什麼 做什麼 當時的十幾年前 沒有人造這些東西 這是公開的去教討樓 我是很 很 很 大型的去教討樓 所以我 當時因為我接書很多 我的工作都跟人有關係 所以就 對人很有感覺 所以我當時 我覺得 塔羅這個東西 不只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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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tune Telling Fortune Telling Fortune Telling 是 Sharming的那個東西 所以就 開始去 把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很好 去發 發 去找回自己的一個東西 所以就開始去做這個東西 所以 也 感謝 許醫師起初 踢我的屁股 踢了一腳 所以呢 你們有些人當治療師的 我常 我覺得真的 你不要介意 你 你 你從來 你不會知道 你播什麼種啊 總有一天 那個種子發芽的時候 是很漂亮的花朵 所以 很感謝他 十幾年後 這個成為我很重要 很喜歡的一個工作 這一次來是因為我的書要出版了 生命數字不適宜 這本書 這一次是第二次出版 第一次出版是另外一家出版社 因為當時許醫師還沒有出版社嘛 所以就 就去出版這本書 還記得當時的那個老闆跟我說 你不要寫太多賽斯的東西 因為人家都看不懂的 所以就 順著他的意思 寫了第一版 然後呢 許醫師開了出版社之後 我就接觸他的合約 轉到賽斯文化 所以這一次是第二次出版 然後我也改了很多 很多 我可以很盡情的去寫 我喜歡寫的東西 這是賽斯的東西裡面 生命數字是講到 生命藍圖的這個部分 賽斯的思想裡面 也說到我們是 帶著一個生命藍圖 來到這個時空的 OK 所以 我會常常去問同學 你覺得 尤其是你家裡有小孩子的 你覺得 人是先決定他是誰 才來投胎的 還是他來了解禮 來了人間 才決定 決定他是誰的呢 先決定的 所以 你小孩子 不是一張白子 他們是非常有他們 圖著的個性的 OK 所以生命藍圖 也不是命定的東西 好 雖然我們是帶著那個 男徒來 好像是很宿命的 實實喔 每一個數字 它有它很棒的元素 也有它非常討戰的那個部分 它有讓人很喜歡的地方 或者是讓人很討厭的地方 所以你是決定你是誰才來的 往後 你怎麼樣去把你的劇本去演好 這個是 我們常 我說 我常常說我們有一個很大的禮物 就是 你有自由意志啊 free will 你真的可以去決定怎麼樣去演好你的劇本的 這個是我想在生命書自己的本書裡面想分享的那個部分 OK 最近我常常分享這一句話 也是我最近的很深的一個感觸 就是 人喔 大部分人 常常會臣服於他認知的那個自己 而不願意臣服於他的本質 有些人會問我 那我的本質是什麼 個人時尚的本質 你看多少遍都不會演多 十遍 二十遍 三十遍都不會演多 我看了十幾年 還是覺得每一次看都有新的東西要發現 再一次是知道我是誰 所以呢 這本書是我希望可以帶給你一點價值的 而且一點價值的東西 我們家裡有很多書 也不一定是有用 可是有用的時候是很有用的 所以這本書就是一本 一本當你跟人出現問題 或者是你想了解身邊的人 或是了解自己的 一本好好用的工具書 所以喔 我今天為什麼我講話 OK 所以希望大家喜歡這本書 謝謝 謝謝 謝謝小杜老師 所以等一下我們中場休息時間 小杜老師也會在那邊來為大家簽名 好 那我們可能就要開始來我們今天的主題 首先還是要為我們今天說的朋友 歡迎你們 然後是要為這個場地的不夠大 再次的這個自欠 所以各位如果覺得這個場地還不是那麼大 那我們就再發出一個信念 再創造一個更大的一個場地 那如果各位做的不舒服 或是怎麼樣的話 可以給你們的工作人員反應 那雖然反應也沒什麼效 因為他們也沒有辦法 但是還是可以反應 那我們也會盡量的來協助大家 那也許做的不是很舒服 那我們大家就看這兩個小時 那我們能不能在我們這裡盡量能夠 來學到我們想要學到的東西 好 那今天這個主題叫做 新世紀的財富觀 是吧 我沒有講錯 新世紀的財富觀 所以在今天的這個主題裡面 可能我會比較用我們賽斯心法的觀念 那或是所謂的身心靈的觀念 來切入所謂的財富 或所謂的這個富足 那甚至是金錢的這一塊 好 那首先我先講一個案例 那因為我們下午也在讀這個未知的實相 那未知的實相在讀的那個當時 剛好魯伯跟約瑟他們要換一個新的房子 他們本來是住在一個舊公寓裡面 那後來就是要買那種獨棟的 我們這邊所謂的獨棟的別墅 那時候他們看了很多棟的一個房子 那最後賽斯跟他們講一句話 好 賽斯說 當你在看房子或買房子的時候 你第一個先不要考慮價格 第一個先不要考慮價格 因為我們用膝蓋想也知道 我們所有人的第一件事是先考慮 各位我剛剛這樣講的時候 不代表我不知道我們一般人是怎麼想的 OK 好 所以賽斯的第一句話是 如果你要換房子買房子 你第一個先不要考慮價格 你先考慮你喜不喜歡 我想用這個買房子的例子來切入 我們今天要切入的主題 你先問你自己你喜不喜歡 好各位這個喜不喜歡 不是用外在的價值很涼的 不是用它在的地段很涼的 而是用你的感受 你感受這個地方 是不是你想要的 你感受這個地方 跟你的能量跟磁場 符不符合 比如說在未知的實相裡面 賽斯也提到 他說 以房子為例 不是人在找房子 而是房子也在找人 這很多時候 很奇怪 明明你以為是你的 後來不是你的 因為房子的能量 也在尋找跟它match 符合的那個能量 而且不只是那個房子的能量 包含那個社區 甚至包含那一棟大樓的集體的意識 集體的意識 那如果以這個角度來講 我們回到錢 因為我們常常講 等一下我還有一個部分 我會告訴大家 因為幫大家講新世紀的財富觀 我們不可避免一定要涉及 到底人生是不是很辛苦 因為錢就對應到賺不到錢 或賺錢很辛苦 那說老實話 我這一輩子到目前為止 說老實話 我賺錢可以說不賺辛苦 不賺辛苦 但是各位 先講一個我自己的一個 內在覺察的部分 後來當我在回溯 那我的爸爸媽媽 他們覺得賺錢辛苦辛苦 我中標了 我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 他們覺得賺錢辛苦辛苦 好各位 我先做一個假設 如果你的爸爸媽媽 爺爺奶奶 外公外婆 岳父岳母 如果在他們的內心 跟他們的人生經驗 跟他們過去的生命的歷程 如果他們有一個意念是賺錢是辛苦的 那麼各位 請問你從小到大的耳辱目染 這樣的意念 有沒有進入你的潛意識 各位 那就是我們說的印痕 印痕 印章的印 痕跡的痕 印痕 所謂的印痕是 就彷彿朱自清 看著他爸爸撿橘子的背影 明白了嗎 所以我發現在我的印痕裡面 有著關於我的爸爸 媽媽倒是比較少 關於我的爸爸 他在我小的時候 他的很賺錢很辛苦的畫面 因為在我們那一輩 我們的上一輩 台灣算是蠻辛苦的 那我們的父母親不斷告誡我們 錢要賺錢 賺錢是辛苦的 所以你要認真賺錢 萬一 如果賺錢不夠好 就不夠辛苦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我不知道各位你們從小到大 被灌輸了多少 賺錢是辛苦的 好我剛講我已經算很幸運了 我唸書很順利 我求學很順利 我找工作也很順利 甚至到現在為止 說實話 我們講賺錢也很順利 可是縱使如此 我都發現我中標了 我不知道各位 你理解我要表達的含義 講白話也是 連我都中標了 各位你不知道被射中幾件的 你不知道被射中幾件的 好所以我發現 在我的潛意識裡面 在我的印痕裡面 其實是有賺錢是辛苦的 那樣的一個記憶 回到我剛才那個比喻 就好像朱志青看著他爸爸在撿橘子 他帶著一個記憶 他帶著一個小時候 對父母親的一個情感上的認同 好那為什麼我要講這件事 因為如果要幫助各位 你們在身心靈的層面 是能夠所謂的事半而功倍 或是所謂的以心靈能量 來創造你的富足 那麼你一定要開始去消除 你潛意識的負面的信念 那對我來講 我剛講我賺錢其實是不辛苦 那在不辛苦裡面 有沒有他辛苦的地方 各位 有 有 他還是有他辛苦的地方 所以我就開始在思索 我內在的印痕到底是什麼 好 回到剛才我們那個比喻 和我剛跟各位講的一個概念 不是你在找房子 房子也在找你 那我們常講賺錢賺錢 可是錢想給你賺嗎 錢想進你的口袋嗎 錢想進你的銀行嗎 是錢想進你的保險箱嗎 保險庫嗎 還是白蚁想進去 萬一錢進去了 白蚁又進去了 萬一錢進去了 錢又跑到池塘裡面去了 或跑到金螺 金螺知道嗎 小金的金螺 有什麼 小朋友的用呢 跑到保險箱裡面 白蚁也進去了 各位 你說泡水還可以辨認 要被白蚁吃光光的 怎麼辨認 所以 不是說你要賺錢 是錢要對你嗎 各位這又是另外一個角度了 因為我們以前常講 台灣話也常講 人兩隻腳 錢四隻腳 錢要走來的時候 很快要走去的時候 很快 有吧 所以像我在扶到很多個案 有的個案不是賺不到錢 不是賺不到錢 像我也只找過那個小三小四的 一個月的包養費二三十萬 我也很羨慕 我也很想被包養 我錢真的還比較白 現在還稍微黑一點 還理一個這個張本頭 對不對 是 他從年輕就當小三小四一直當到現在 都已經上了研究所了 一個月二三十萬的包養 包養費 各位 沒有存到錢 一間家的貸款 現在還存三百多萬 各位 他只是過路財神 叫休息站 高速公路休息站 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不是你賺到多少錢 不是的不是的 錢有時候來的快 錢有時候來的快 但是他可能去的更快 因為你根本守不住 他沒有要對你 還是對你不夠燙 不夠溫暖 所以我知道 我現在開始給各位一個 另外一個概念的 不見得是賺錢 不見得是你有沒有去賺錢 而是你如何 讓錢甚至願意來跟著你 如果我們剛才這個簡單的邏輯 人能一腳 錢是一腳 人是用走走的 錢是用老的 錢流嘛 比如說我們講亞洲熱錢 各位亞洲熱錢 一來就幾千億啊 就幾千億啊 整個股票就上來啊 各位每次股票一下去 我們常看新聞報導 平均每個股民損失二十萬 然後幾個禮拜內市值增發幾百億 有沒有 各位以市值來講幾百億 在幾個禮拜內就不見了耶 幾百億呢 所以我們今天想跟各位談這個部分 那我記得下午我在講未知的實相的時候 我講了一句話 來各位你們聽不聽得懂 不管先聽 以賽斯心法佛大精神 你們要慢慢修 從秘密講起 你們知道秘密講的叫吸引立法則嗎 吸引力法則你們知道叫吸星大法嗎 對不對 我吸我吸我吸吸吸 但是你吸到的是什麼 是垃圾蒼蚊子 還是你吸到的是好運 吸到的是財富 好那我最近用另外一個比喻叫蜘蛛人比喻 各位蜘蛛人會噴蜘蛛絲嘛 吸抓過來 你就到我這邊來了 被我抓到了 欸那個 你的包包 對不對 一噴一抓就抓過來了 好 所以吸引力法則告訴大家 你是能夠create一個磁場 你是能夠創造某些氛圍 你是能夠在內在你的信念跟感受 來形成某種能量 然後你可以吸引宇宙的好運也好 壞運也好 貴人也好 爛人也好 好桃花 好 優質外遇 好 優質外遇 在於對人生 對事業 對健康 對財務有幫忙之外遇 叫優質外遇 好 因為以前我有個個案 跟我說 其實我都是優質外遇 那時候我還聽不懂 你說 那些女人都會拿錢給我做事業啊 然後 對我的健康有幫助 好 然後那些女人 那也會鼓勵我 所以我覺得 她們真是我太太的好姐妹 好 所以她很自豪 她一路以來都是優質外遇 好 各位不要爛桃花 我們優質外遇 男女一樣 好不好 如果要的話 當然我們不鼓勵 好 和大家講 所謂吸引力的法則 在於你第一次覺得 你是能夠用一種吸引的方式 而決定 發生在你身上的 Events Events 事件 是後的人生 還是他參的人生 好 那下午在上個人實相的本質的時候 我講到更進一步的一個概念 就是你如何設下一個巧妙的心理上的陷阱 我想的是陷阱這兩個字 因為我用的比喻是用來以前古代的獵人或所謂的原住民 在捕獵獵獵物的過程當中 你所設的一個陷阱 你說以前古代的人 你要做一隻野豬嘛 你要做一個野豬的陷阱 你要捕泥鳩 你要捕蝦子 你要有一個籠子嘛 要有一個陷阱嘛 讓蝦蟹爬進去 爬不出來嘛 對不對 好 所以你必須要設下一個陷阱 才能捕獲某一類的獵物 各位人生也是一樣 好 所以今天的這個主題 如果這樣講 我如何來教導各位 設下一個心理學的陷阱 來patch 捕獲幸運 捕獲健康 捕獲你生命當中 你需要的貴人呢 或是你想要的人生的富足 所以今天的整個主題的內容 會比較鎖定在 你如何設下這樣的一個陷阱 他有什麼信念組成 他有什麼慈善組成 他有什麼慈善組成 他有什麼樣的 expectation 期望 各位 之前再次出了另外一句話 你得到的就是你專注的 你專注在什麼上面 你就得到什麼 意念 意念本身就是磁場 你專注在什麼東西 就是你聚焦在什麼東西上面 你就得到什麼 所以聚焦本身就是一個意識使用的方向 那在使用我們的意識的時候 我之前講過 當你使用意念創造實相 你必須要集中焦點 不是像散掉的散彈槍 互相矛盾 沒有用的 你必須要集中焦點 你必須要排除多餘矛盾的訊息 這是你在創造實相的時候的必要的守則 那你如何設下一個 我剛剛那個比喻 一個心理學上的陷阱 來捕獲你要的 我們講付足好了 好 再回到剛剛講 那個比喻 我跟約瑟在找房子嗎 再次跟他說 你先不要再付錢 你第一個問自己 那是不是我喜歡的 對 人的氣皮又起來喔 人的眉角又起來喔 有嗎 你知道嗎 但是我跟他講 一般我們在買房子看房子 你第一個你先考慮價位 考慮還款能力 考慮自備款 對不對 你們台中還好 聽說可以帶到百分之百 台中沒有嗎 沒有 之前可以是 兩年前 最好九成喔 我怎麼聽說之前有人帶百分之百的 兩年前有 兩年前有 所以你看嘛 之前可以帶到百分之百的 那聽說台北現在哀鴻遍野 包括這個豪宅 並頂多只能帶六成 本來以為可以帶到八成 那豪宅如果一棟三億 六成到八成差多少呢 三億的兩成是多少 六千萬 所以最近很多豪宅全都退貨 全都退貨 全都退貨 因為本來是可以帶八成 現在只能帶六成 好我們再回到現實層面 當然你買任何東西 你第一個考慮的是 這類款 總價 價格 前三年可能先還利息 第三年之後要還本利 對不對 還款能力 付款能力 各位沒有錯 我知道這都是現實的問題 所以我今天教大家的是 從另外一個層面切入 回到剛講的 你先問那是不是你喜歡的 當然你一個月賺兩萬 跟我去看兩億的 我們可以當作旅行旅遊好了 豪宅參觀團 看爽 看歡喜 看未來 看前途 誰知道你 你知道意思嗎 這我沒意見 但是各位我們在講 你也不要把許醫師想的 好像很誇張 我又各位 我們基本的現實感好不好 不要把我講的 許醫師讓你講我一句 不好意思 許醫師沒這麼說 許醫師智商 我不能說比各位高多少 你沒有比各位低太多好不好 所以剛剛講 你看房子也好 是的 你試著先 不是以價格為低考量 因為為什麼這樣講 這代表了 你對自己存在的一種認可 你沒有先把你自己設限 但是設限不代表你不能有現實的參考 我說的是不要設限的意思 不要設限的意思 所以賽斯跟魯柏約瑟講 你們先去看那是你喜歡的 先以那個為低考量 而不是第一考量先以價位 各位我說的是第一考量第二考量 我不是說價位都不重要 這樣有概念嗎 我試著扭轉各位 你們看待事情的角度跟眼光跟出發點 好 就像我以前講過 很多人講一句話 成功的人找方法 失敗的人找 借口跟理由 你是舊靠身處好 還是老子我就不信邪一定有方法 這樣明白了沒有 成功的人找方法 失敗的人找借口找理由 好 所以如果你今天來上這兩個課 我第一個告訴大家 你先不要以錢為低考量 你先以你喜不喜歡 你覺得風水好不好 你覺得交通怎麼樣 好 這是你們在思維的第一個考量 好 這個 先來到這裡 第二個 我知道我們人生很多問題 都是跟錢有關 各位 生活中什麼東西跟錢沒有關 你吃都要錢嗎 不可以要錢嗎 你如果別人要錢嗎 責房間也要錢啊 各位 你要不要換房子買房子 要不要錢 孩子出國念書要不要錢 要 對不對 你拿回頭 拿著也是錢嘛 對不對 要分三三二三 是不是 生活當中 什麼東西跟錢無關 所以都講了一個邏輯 什麼都是貸到錢 人親吃錢是命 人是英雄 錢是膽 英雄無膽 你能怎樣 你知道嗎 所以單公有錢 大家都知道還是贏 啊 因為人是英雄 錢是膽 所以所有我們生活上的十一柱形 錢為第一要物 沒有錢我們常講萬萬不行 沒錯吧 各位 各位 可是 我今天先顛倒各位的邏輯 先顛倒 好 我們再回到包括政治家競選 各位你知道之前有競選的口號嗎 就是端出牛肉嗎 然後有競選的口號是笨蛋 問題永遠在 經濟 經濟 對不對 所有的美國的其中大選 台灣的所有的選舉 永遠一句話 笨蛋 問題永遠在經濟 誰能把經濟搞好 誰能讓百姓過好日子 誰就選他嘛 一樣嘛 為什麼歐巴巴會當選 因為他打經濟牌嘛 We can change 對不對 又越改越糟嘛 那不然怎麼辦 好 所以所有的 選民的 競選的 就是這句話 笨蛋 問題永遠在經濟 好 我剛剛講了 各位你們進來 我顛覆你們的一個概念 笨蛋 問題不在錢 你們先接受這句話好不好 你們先接受這句話 我為什麼要強調這句話 笨蛋 問題不在錢 因為你只有開始願意相信這句話 你才會解脫 你才不會落入一個困境 什麼困境 這些人三個都卡在錢 對不對 好我阿嬤想要來娶錢 錢不一樣 你才會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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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建立一個信念 問題都在錢 你這一輩子 什麼都會錢卡 各位聽懂沒有 各位仔細聽 你們從過去到現在 你們人生多少東西被錢卡住 比如說我曾經遇到個個案 說許醫師 我為什麼現在還住在台灣 還是個台灣人 就是因為我沒錢嘛 你怎麼有錢 我為什麼要去澳洲 對不對 我為什麼要去美國 為什麼要在台灣 問題是在錢嗎 對不對 許醫師當然問題是在錢啊 我的孩子 台灣考不上好大學啊 我有錢我就送他出國念書嘛 其實問題當然在錢啊 對不對 目前我當然是七期啊 我幹嘛輸在零期 台中有零期嗎 沒有是 各位 我知道 我們人生的很多問題 百分之九十五 我們問題都輸在錢 許醫師我很想 孝頌我的父母親啊 你沒錢啊 沒錢啊 我沒錢請我用啊 還是我沒錢買家買在樓上啊 我沒錢 我沒錢 奉用人啊 你知道我的事嗎 還有 對外面那個得罪我了 我如果錢我兩個公司來買起來了 然後叫他當公友啊 我就是沒錢才沒尊嚴 對不對 是不是 打到什麼呢 你看 萬灘對你們的萬灘多久啊 沒錢沒尊嚴 沒錢沒幸福 沒錢沒民主 對不對 我今天有錢我就有民主啊 我是大爺 對不對 這樣我們這時候遇到一個個案 遇到他說 哪一個女生拒絕他 他說 好 我再賺一百萬的美金 就票四 票四 是啊 各位我先要講 我們人生在世 人生在世 我們有多少的部分都卡在錢 好 我今天試著來教各位 我們在世心法的解脫之道 那解脫各位你先試著 相信我所說的 笨蛋 問題不在錢 因為我怎麼樣各位這樣建立這個信念 因為慢慢你才會變成很多人生的問題 不是在錢 那既然不是在錢 因為如果你覺得所有的問題都在錢 那剛好就沒錢 你也不記得去看看 你不明白意思嗎 對嗎 我知道我已經都在錢 有錢全都解決了 有錢我台灣買起來 對不對 都說台灣王嘛 有錢釣魚台我買起來 我每天在那釣魚 對不對 我講到這我就生氣 釣魚台明明是偉小寶的 怎麼會是日本的 因為你是偉小寶的 對不對 偉小寶還有台灣 所以是台灣的 開玩笑的 偉小寶有到台灣來過嘛 來撈很多錢嘛 如果看那個 如果你記得 回去複習一下 好 所以我剛剛講 我們所有人的邏輯都在 問題在錢 那天哪有錢 等於逗用 在乎我車 人家對我另眼看待 是不是 不是 那問題在錢 可是問題又是沒有錢 那你人生 就是米仔那樣的米仔嘛 因為所有的問題又都在錢 可是偏偏錢又沒有要對你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偏偏錢又沒有要對你 那所有你這一輩子 就永遠為錢所苦 今天 各位 如果你過去一生是這樣子 你知道 你得救了 至少我們今天教各位 心法跟口訣 因為你過去的邏輯是 人生的一切 的問題都在錢身上 我剛剛講了 我不否認 對吧 你說我記憶會 就是落水到這個程度 今天躺在這裏 這裏 這裏 因為問題 想要給大家 為無錢 對吧 知情長 不是 我哪有錢 我不用這錢 幾度 隔壁買 打通 對吧 來一萬塊 我也幫你 台中間大巨蛋 是不是 知情長 問題是不是錢 是嗎 好我剛剛說 你怎麼不想找 送出國啊 對吧 你的孩子功課不好 我請十個家教嘛 各位 因為我們過去認為 我們所有的問題 真的都卡在錢 真的都卡在錢 那剛好 我們偏偏 錢又不夠用 於是人生 卡住卡住卡住 好 為了先解開這個卡住 我先講一件事 各位 請記得這句話 笨蛋 問題不在錢 你先記得這句話 好不好 來跟著我念一遍 笨蛋 問題不在錢 是 老娘我不喜歡你 喔不是啦 不是架馬 談不容 這樣好笑嗎 我們要講到哪裡去了 不是架馬 談不容 就是不要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嗎 對不對 可是其實 談懂的就 前面不錯啦 好 各位我們先 先記得這 笨蛋 問題不在錢 好我先試著回到我自己 打個親身的比喻啦 好 比如說我常常講 摘皮孩子是要錢的 各位這句話我不否認 可是我還是要講 笨蛋 問題不在錢 那我剛剛跟各位講過 其實我的家境 並不好 家境不好到 當我哥哥要去念技術學院的時候 我父母的前置 不夠讓我姊姊去念大學的 所以我姊姊只能去念五專 五專畢業 她有機會 再上大學的 所以我們家重男輕女 所以為了讓我哥哥去念技術學院 犧牲了我姊姊去念大學 我說我們家境是這樣子的 好 那很多父母親就覺得很難過 我沒有辦法栽培孩子 好 那我先從我自己的經歷做起 因為我很多人覺得 栽培孩子要花多少錢 多少錢 多少錢 可是我在我自己的過程當中 我不是在點滴我父母親的功能 因為我父母親本次 當我在講這種 啊你那個意思 你說你不用錢的大人 你都靠你自己 你拿那麼多錢 還有我不是那個意思 我父母還是很偉大的 我要先聲明 我當然沒有用量 父母還是很偉大 比如說我念小學 我以前是要小學 註冊費就幾百塊嘛 兩三百塊嘛 我記得我國中註冊費還是幾百塊 我記得我念高中註冊費一千塊 一千塊 一千塊 所以我從老大其實在學費上 我其實沒有花到父母什麼錢 花到父母什麼錢 那甚至我以前我還以以為傲 因為我從小沒有拿過零用錢 阿東給這個我的心聲 我那天又被這一點做了很多的回顧 因為我就在想 因為我小時候沒有拿過零用錢 害我現在長大自己會賺錢的 都不知道怎麼花錢 我就沒有動物的習慣 我還是我身心靈修得很好喔 齁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我還是我修得很好 這個 對物質世界的慾望已經漸漸的降低了 你知道嗎 各位我物語我修得很好喔 其實是 其實是不會花錢 因為我從小到大 我沒有拿過零用錢 你說以前我念高中 可能一天留一百塊 早餐 午餐 晚餐 剩下二十塊買飲料 或是就 所以在我從小到大 沒有零用錢這三個字的觀念 我也從來沒有拿過零用錢 我還記得那時候 有一個很悲哀的一個回憶 因為我們以前念高中 台灣以前我們念高中的時候 最夯的就是參加救國產的活動 大家知道嗎 在那個年代 我先講一下我今年四十六歲了 四十二五入五十歲了 然後我學賽斯基法二十六年 四十二五入三十年了 哈哈 我最近還喜歡四十二五入 好 我記得以前我念高一的時候 我們最夯的就是參加救國產的活動 那我還記得有一次 我拿著那個報名單 跟我媽說 媽媽我想報名這個 好像那個東海岸健行難對 蛤 行 喔 是 我在說東海岸講到哪裡 好好笑 東海岸健行難對 那我記得那時候 好像還費是一千多塊 我拿來換不完 我媽我想去 我好沒想去玩 因為 那剛考上高中很累嘛 然後當做中國聯考 我媽就跟我說 沒有錢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是哭著 飛奔出家門的 你想一個年輕人 多想去玩嘛 那我再年輕人 又哭著 建宗 我又哭著建宗 當年錄取五百九十五百 九十九點五 我考的六百 二十六點五 好 六百 不是 記錯了 六百四十六點五 那年錄取五百九十九點五 建宗錄取 我考六百四十六點五 整整超出了四十七分 我拚三年 我可以有建宗 一個 建行難對 請多塊 誰說沒錢 我就哭著走出家門 然後順便把那個報名單撕掉 所以我後來 回來了 報名單黏好了 因為我媽媽從垃圾桶撿出來 從垃圾桶撿起來 然後用透明塑膠袋 一片一片把它黏起來 我這也在拍電影 我這應該就是親腦袋的背影 一起同工資廟 我感動嗎 天下父母的心 我就抓住 我後來滾 滾出來 從垃圾桶撿起來 然後再把它這樣黏回去 然後說 兒子啊 你給你去 各位我怎麼敢花錢 我是要講我的悲哀嗎 我講那麼多 就知道為什麼我那麼不敢花錢 因為每次花一分錢 就看到父母辛苦的背影 那還花錢花個 你每花一筆錢就有什麼 罪惡感 到現在都還沒有去除 我就火大 我就火大 各位明白我的印痕 對我的影響之深了嗎 所以我剛講印痕 有兩個 每次花錢就有罪惡感 對不對 我還以為我身心理修得很好 錯了 完全錯了 對啊 然後 剛講那種父母親賺錢 辛苦的那種信念 有沒有 他在我們的腦海當中 多麼生子 所以我才發現 我從小到大沒有你用錢 到長大不會花錢 是因為我小時候的一個印痕 因為你透過這些記憶跟經驗 每次想到花錢 就想到父母親辛苦的背影 想到從垃圾桶撿起來的那張報名表 對不對 好 那我是講 我們要處理我們內在的部分 好 否則你很難有錢 否則你一定 就算賺到錢 你都很辛苦 因為那個辛苦 那兩個字 印入了你的腦海 各位明白嗎 對啊 我媽媽還要認真我撿起來 還要幫我胡上去 真的 好 我剛剛講到哪裡 好 笨蛋 問題不在錢 對不對 那後來我 我剛剛講我的家境你就知道了 那我唸醫學系嘛 其實我那時候還好 一個學期 學費大概三萬多台幣 台灣算得很便宜的 好 要求我考上公費 那公費就是 一學期政府補助五萬多 補助五萬 然後三萬多繳學費 剩下大概兩萬買書 所以我唸醫學系 唸了七年 幾乎沒有花家裡一毛錢 也幾乎沒有花家裡一毛錢 暑假還打工 幫王季慶老師 王姐翻譯賽斯書 還一個月賺兩萬 所以我們就開始翻譯賽斯書了 當這個王姐的翻譯助理 這就是在講 你做你最顯歡作的事 又可以賺到達工費 有不好 好 我慢慢把各位帶到那個境界了 所以 當我在講我的成長背景 也許我不能代表很多人 但是我一直講一句話 連恐龍都知道 生命會自己找出你 連恐龍都知道 因為侏羅系公園 第一集有講啊 連恐龍都知道 生命會自己找出你 所以我其實我這樣說 就是要各位你們心安 你不要經常說做外部 我沒有資料才不會小孩 我沒有資料怎麼 我沒有資料養小孩 你這麼想要生 小孩每次帶牛草來 你知道嗎 小孩每次帶牛草來 他每次帶牛草 來我翻譯一下 不然小字完全沒有聽懂 就是小孩子要來投胎 他會為自己準備糧食 小孩要來一開始帶牛草 各位這又是信任 天生天養的一個概念 明白了嗎 因為我們太用我們的頭腦 去思考人生 各位我常講 人生從來不是我們思考的 我今天會這個理智 我今天這樣 我用膝蓋我小孩不太辛苦 真的我沒有想過的 我沒有想過的 是啊 我從來沒有想過 連我父母都沒有想過 所以話到剛講 在我自己的成長逆程當中 還更好笑的跟大家說 那你知道我 我那時候是教育部工費生嘛 那你知道工費生叫還工費啊 那還工費就是要下鄉服務啊 但是那時候我們有個規定 特殊科不用下鄉 那各位後來我就是精神科 精神科就是特殊科 又不用下鄉 那什麼叫服務六年 就是你畢業六年內 不准離開醫學界 我也沒打算離開啊 他就規定你六年內 必須當醫生啊 那特殊科又不用下鄉 所以我覺得 所以為什麼我常常心中充滿感恩 有嗎 其實政府對我也不錯 心中充滿感恩 那我要剛講的是 各位 笨蛋 問題不在錢 要想扮揚的人 主人 他會想出扮揚 所以我這樣跟各位講 你不要一直撞強 一直撞強一直撞強 都是錢啦 就是因為錢不夠啦 錢太多不夠 這些人才不會幸福啦 說過這些人不會紅色啦 各位不對 問題不在錢 因為只要問題不在錢 那麼我們就可以多了很多的 possibility 什麼叫possibility 可能性的 如果問題永遠在錢 而錢永遠不夠 那你的人生真的是卡住卡住卡住 不是只是卡卡 是卡卡卡卡卡卡 真的是這個樣子 像你們知道 你們去問我們基金會工作人員 每次大家在討論 基金會未來的發展啦 買土地啦 我知道大家的想法 其實我們要錢買土地啊 要錢我們才能蓋我們的教育大樓啊 我們要錢才能服務更多人 我說對這其實都對 但是各位 笨蛋問題不在錢 問題在於你們對眾生的心出來 比如說剛才我們本來商量好 是六點半後面排隊零號碼 有沒有 剛剛下午都講好了 可是後來一看外面那麼多人在排隊 心又軟了 實際上也心軟我也心軟了 我去尿個尿回來就說 不要讓大家排隊了 進來啦開冷氣啦 各位 所以我常講問題不在錢問題在心 問題在心 問題在心 你知道我意思嗎 說實在我們基金會 我常跟工作人員講 我跟你們講 你們什麼都不要人家 這不是問題 沒有錢我們也要做 你知道我意思嗎 沒有錢我們三四新法也是要推廣 沒有錢我們公務也是要做 不然大家問題不在錢 是啊 像之前有一個 一個 我也忘記怎麼來訪問我了 那個 什麼所長 台經院的一個所長來訪問我 他專門在調查台灣很多 跟身心靈健康有關的這個基金會 台經院的一個所長來訪問我 就很關心 你們基金會錢怎麼來 你們財務夠不夠 你們這樣怎麼活下去 賣這個書跟CD 這種文化性商品 活力對不對 不是賣面膜啊 不是賣 賣什麼 賣化妝品 化妝品 化妝品 利潤有時候是 是 90的 成本只要10的 對不對 最近還有三種化妝水 根本裡面就是水 但是 是不是倫敦日報拿T爆 你知道 倫敦日報T爆 國際三大著名品牌的化妝水 其中就是水 然後再加點香精而已 根本沒有任何化妝水的成分 我們為什麼不賣水 我們為什麼不賣水 文化性商品 書跟CD 出版社倒多少 各位大家了解是吧 但是 我就想 笨蛋問題不在錢 在心 包括我們基金會 所有的分會成立 對不起 基金會沒有捐款 沒有營養之前 所有的工作人員 一律沒薪水 沒關係 這樣蠻幹的 你知道嗎 所以平均之前進來的主任 都是幹了兩三年沒有薪水的 像家庭主任的時候幹了三年 對不對 文腔中三年 三年沒有薪水 三年沒有薪水 多沒人性 所以賽斯教育經會 三個字又沒人性 好 但是各位重點不在這裡 重點是熱愛 熱愛 我還沒有跟大家講 我們基金會這時候成立 為什麼在台中市成立 你們知道嗎 因為台中市價錢最低 五百萬 兩百七三千萬 兩百元三千萬 兩百元三千萬 台中市五百萬 一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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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主主是這樣來的 一百萬不是這樣來的 用錢買光 哈哈哈哈 好 一百萬是真的買光是 說在那邊笑的 我一路走 沒有錢也是走 你知道是什麼 你自然會感動天地 所以我常講 問題 笨蛋問題不在錢 因為誰跟我說錢 我跟誰翻臉 事情就是要做 沒錢也要做 我們賽斯村也是 那個所長就問 你賽斯村怎麼經營的 多少人力 多少物力 沒有啊 就是一些 非專業的 然後 男生當女生用 女生當男生用 男生當畜生用 啊 就是這樣做起來的啊 我也沒有人力支援的概念 也沒有成本概念啊 就是 就是要做啊 就是這樣而已啊 做人的主任 都要下去洗被單的 還去打掃的 還去打掃的 之前還去煮可樂 煮獎 給大家吃的 是啊 以前最早中華信職在協會 那個魚缸都是我洗的 真的啊 現在魚缸是秀琳在照顧 我們快速 因為我這樣講這些例子 看起來很好笑 但是我只想 笨蛋 問題不在錢 好那 基利會在台中總 台中成立 是錢最少的嘛 我剛剛講 我輸一百 只想輸一百 阿阿阿阿 加加加加的 包括賽斯家族卡 你沒錢沒CD 都加加加的 後來是500萬元在台中市成立 可是在台中市 去變得越好啊 變得越好啊 變得越好啊 為什麼不成立 就成立嘛 台灣是成立 但我們全世界都有分會 我們不是還是造作 我不會用他在台中市 我們都要放在海外去的耶 對不對 是啊 都放在海外去啦 所以我們一路以來 包括我們 洛杉磯會的主任 一年自己還要倒貼台幣兩百萬 不大沒有薪水喔 一年還要倒貼台幣兩百萬 就是那個 這是我們的心 我沒有在看錢的啦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好 但是這種精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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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希望這個精神 用在你們的人身 如果你們的人身 用這種精神 你人身怎麼不會成功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因為我講說 比如說賽車嘛 正義線大家知道嘛 很多賽車的這個電影嘛 我就會 你裡面一句話啊 記得人要比車兇 車好沒效啊 人沒當你 就不敢搶啊 你知道嗎 你爛車油的材料 就一定比法拉利快 我命都不要 我當然敢衝啊 你紅綠燈會停 我不停啊 這邊有笑話 你知道那個金庸 好像之前就買了一輛 那個法拉利 金庸在香港 那個 小說家 我曉得小說金庸嘛 他買了一輛法拉利 他法拉利 然後開40 時速40 我控制車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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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人要比車兇 志氣要比天高啦 所以我在講 錢是對你來 不是你去做錢啦 你還沒記你的事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現在他身心靈多壞了嗎 這樣聽懂了齁 好我今次跟各位講個預言好了 從我們開始做基金會協會 一路以來都是窮 你未來再看 以後幾百億 我就常我跟執行長講啊 我們現在預算都是幾十萬幾百萬 比如說一兩百萬預算嘛 我們今天會省預算 董經事 李建事會 董事會幹嘛省預算 我說未來是幾十億幾百億的 你後來看多少錢 要對許日子給 除了現在 沒有什麼錢 要對我給 但是我跟各位講 你生也要怎麼看 人要 你笑到這樣 人要比車兇 今天你志氣高 錢就願意跟你 因為你要的錢要樓底 聽懂沒有 因為你們很多人都給錢要樓底 真的 你看我們從出生到到大 我們都被錢樓底 講到錢就是 人是英雄錢是黨嘛 英雄武黨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這樣就算 哪有錢樓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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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不對不對 你第一個 你的氣要起來了 你的氣要起來了 我跟你講 不是你去追錢 我們要教大家的財富觀 不是那麼膚淺的啦 錢是什麼東西嘛 什麼鳥東西嘛 對 不是那個意思 是你真的 錢 我等一下會一一的講 錢代表什麼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休息 錢代表自由 錢代表愛 錢代表力量 錢代表自信心 錢代表安全感 錢代表成功 錢代表幸福 錢代表身份地位 錢代表幫助人 幫助這個世界的力量 錢代表做任何你想做的事 實現你的理想 對 以像剛剛講的 等一下我把他電腦過來 沒有這些志氣 別想要有錢 這樣聽懂得沒有 你們 絕對不是上那種 膚淺的錢的課啦 女師臉中什麼時候 你怎麼賺錢 第一點錢來 一遍樓底 你知道意思嗎 你不要樓底 一遍樓底你就對他走 沒有志氣 沒有志氣 一輩子算形狀到成 然後一輩子卑微 切什麼東西嘛 對不對 是不是 是 好來跳幾十分鐘 在我們現場 謝謝